接下来看到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纪安全检讨委员会19号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 那么在这个年度报告当中就可以看到有多项是涉及了台湾的重大建议 提出两项包含了将台湾提升到跟培约加成员国相同的军数待遇 还有就是来会美国国会设立台湾盟友基金 每一年提供外援与台湾盟友邦交国 那样的约定就可以来简化对台湾军售出口的管制程序 好你可以看到这是委员就这么说了 薛悦福说这样修订可以简化对台湾军售出口管制程序 并且呼吁国会设立台湾盟友基金 指向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来提供援助 那在这个部分在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就说 大陆解放军想要跨海峡入侵台湾是极为困难 美军对大陆封锁入侵台湾等不同程度的威胁 都有对应跟准备的优势 但是俄乌跟中东战争现在逐渐也消耗了 美国武器的一个库存 印太如果发生冲突 美军应对大陆能力有可能会受到妨碍 那么同时在这个部分 如果说有这两项的一个建议之后 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森黄就说了 美国如果把台湾提升到北约家帐的一个地位 形同把台湾认定为准盟友 那不仅可以获得比较北约等级的武器装备 作战能力也会跟北约来接轨 甚至还能够加入北约军工产业的供应链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 但是呢 在国防研究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也认为说 台湾现在虽然是处在一个美中竞争前沿 但是要来保持战略自主性 台湾已经取得了非北约主要盟友的地位 军售在这个军各部分可以随到随省 加快决策的时效 如果说现在按照在最新的一个年度报告 这样的一个建议 提升到北约家的地位 也可视为川普2.0释出的善意 那么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中就说了 美国国会先前也有过北约家带预的建议 不过目前看起来尚未实现 所以这一次如果能够取得的话 将可简化军售程序跟时效 那么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军舞的部分 最近呢大家非常关注就是珠海航展 珠海航展结束了 谁是最大买家呢 先前大家看到绑一大哥居然不是 沙特阿拉伯是巴基斯坦 最大买家是这一国 巴基斯坦呢向道路购买的军火 堪称是海量来计算包含了像是彩虹寺无人机等等 那么这次当然在珠海航展包含了 殲35A拉殲20等等行战机很受关注 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无人机 也是一大亮点 吸引了各自来自全球的像是军事专家 或是爱好者的目光 原先大家认为沙特阿拉伯 应该是最大买家之一 但是呢结束之后发现是巴基斯坦 让大家有点意外 不过呢这个帅华明将军就说了 巴基斯坦常年受到印度的威胁 加上国力不如印度 所以在军购方面 他们是很敢花很舍得花 而且从他采购项目来看 这一回是完真的要为打仗来做准备 我看他采购的项目就知道沙特有点顾忌 沙特这次不用买35A这些高级的盆扫机 但是想买 因为美国把那个F35B还在吊他的胃口 第二个沙特现在也不想全面跟美国翻脸 所以他买的东西大概是无人机 这些东西就说我买的也不是什么高科技武器 可是巴基斯坦是常年接受印度的威胁 他印度也发展军部也发展得很重要 虽然素质不很好乱买一通 他毕竟是个大国 巴基斯坦跟他比 巴基斯坦国力不如印度 所以巴基斯坦对建军采购军备很舍得花钱 他买的这个千十C 足足可以对抗你印度的幻象的飞机 或者你的光辉战机 他可以给你一较长短 第二个他的陆军装备买了很多 包含弹药防弹衣 那就是他真的想干账的 没有不想干账的不会去补充子弹 补充这个防弹衣 有时候买点高端的武器是有点吓唬人的 不一定 庄威风 对 庄威风不一定打 像台湾现在就拼命开一些高端武器 人家也不卖 但是你知道自我 自我玩上吹口哨嘛 就自我防御 巴基斯坦是对印度那是尊心准备的 所以他买的东西很多 而这些多的东西是真正开仗 陆军 因为作战 空军打来打去不见得绝生死会影响 但是真的绝生死的是陆军占领 所以你看他买的是这个防弹衣了 这个榴弹炮了 这个小战车了 加上这个钢心子弹了 钢心子弹是干嘛的 破甲用的 对那种薄一点装甲的这个人员战斗车 他可以打穿的 所以这个东西他买 我讲嘛 一看清单我就知道 准备打仗的东西 除了大家非常的惊讶 最大的买家是巴基斯坦之外 还有这则新闻也炸锅了 居然在航展出现了间谍吗 你看到这名男子背着一个大背包 后背包 这是三十万人民币的一款扫描器 高端三维扫描器 那么他的设备功能实飞的强大 能够自动建模精度高达零点一毫米 而且包包里头还有个大尺寸的天线 翻越围栏进入到进去扫描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会不会透过这个仪器扫描已经把这所有机面数据都已经传输到海外了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名男子背着这样的背包 现在也被怀疑是间谍 而且当场就被解放军给带走 我对这个新闻是有点怀疑的 就算你讲的对 摆着那边让你就看得清楚拍得开心 对不对 他也没有哪个角度就盖黑白灰布不让你拍啊 对 我看那一队之外行长每一个东西至少派了上千张都有吧 那你说 左派右派各种角度 然后大家派位还会放大 有的还可以爬到里面看的对不对 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其实照片的话 现在用拼图也可以把它拼出3D立体啊 那这个人啊 如果真有人拿个山土椅具把它扫描下来 我认为最可能的并不是什么间谍 而是什么 模型商人 他想说我回去凭主了老半天 我都不如整个扫描下来回去做模型 有可能 因为模型很赚钱欸 对 对啊 我找很多人去帮我买J20 模型都买不到啊 对 那个苏57的那个飞行员自己买了两架 就是因为他买了模型 大概是有模型嘛 不然谁是那个模型 对啊 就是每个人充去买都没买到啊 那你现在大陆是在厂商喔 一定是说 赛哥 你去帮我扫描一下我给你吧 对 不然那个年轻人 会买这30万人民币的扫描机干什么 他回来以后我做很多模型 马上在市场上 淘宝啊 淘宝推出去了 他有天线是有道理的 你被抓了至少资料已经出去了 对对对 你不要他们人解放 你把你洗掉不是白干啊 他拍完同时就出去了 商业 我觉得商业的距离比较大 比较大 因为他真的不是匪谍嘛 对不对 间谍嘛 抓到可能罚款嘛 也不至于 是不是目前还不晓得 对不对 所以他才敢 要不然谁会投资 你会 你主持人会去买个30万的扫描机吗 对嘛 跑到航展上 一般人 再喜欢玩这个照相的也不会买这种嘛 这种是三维扫描 它一定有特殊功能嘛 所以说你如果做模型回去开模子 就按照这个数据做了嘛 回去马上就可以做出来了 马上做出来了嘛 要不然他不会带无线电 无线电太造谣了啦 KS 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肤路全焦精华精华生 即刻启动动力密码